台南府城为台湾重要历史文化之百年古都 拥有丰富历史资产和人文繪粹的都会气质 其艺文发展及居民文化素质文明小尔 向来是台湾许多重量及藏家的汇集之所 2012年画廊协会在此筹办了饭店型艺术博览会 逐年来参观人次 屡创新高 成交量也以倍数成长 深受台南官方与民间各界的支持 艺术会踏着稳健的脚步迈入第四年 今年也预定于春暖花开的三月底 在台南五星级酒店隆重登场 台南是文化古都 但这种艺术会对推广收藏人口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本来台南收藏的风气就非常的不错 文化体验很好 文化体验很好 台南艺术会跟一般的艺术会有很大的差异 台南艺术会是在饭店型举办 对于艺术培养的收藏人口比较有亲和力 跟一般在美术馆里面有距离感是有差异的 台南是可以说得天独厚 过去数百年来可以说艺术文化 人文汇萃 再加上台南市的收藏家也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会有那种世代收藏家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举办台南艺术博览会 三天的展期中 画廊协会会让民众更多元体验台南艺文之美 将活动分为画廊展览区 特展 书展以及讲座等部分 让充满传统文化特色的台南与五星级酒店 碰撞出古都心意的创意火花 在画廊展览区 共有44间国际和台湾优质画廊参展 千件多元的艺术作品从地方到国际 让民众一睹所有风采 这次主题增见 也是想说台南有一些早期的前辈艺术家 从日志时代等等的过程 从学习或者是说教育这一块 做一些不错的贡献 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个主题的增见当中 想要呈现出我们这些重点的艺术家 台南一博特别强调在地文化的艺术性 像这一次的话就有规划 台南最自身的画会南美会 它有67年的历史 特别挑选了24位艺术家 在东门美术馆呈现出来 让各个展商老板有机会了解台南的艺术现况 我们从1952年创立到现在已经有63年了 他觉得说台湾南美会会代表台南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层面 所以就邀请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一波的活动 为让民众了解台南艺术发展的风貌 除推陈初心的展览内容 也与台南独立书店合作 让民众透过阅读 轻松地认识艺术与在地人文的美好 此外 亦将举办四场艺术讲座 邀请业界专业人士 以深入浅出的讲台形式 将专业知识及收藏观念 与大众分享交流 今年的一个讲座的部分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邀请了参加做一个第一次收藏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其实画廊本身在一个推广当中 也借由这个博览会亲民 然后也跟民众有一些比较直接的互动 台南一博会持续与文化部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台南新艺奖合作 作为全台著名的展览 台南一博会借此也建立 新锐艺术家与艺术行销界之间的平台 为新锐艺术家找到可能的经纪人 现场将可欣赏六位入选者相关作品展出 他们也会一同与一博会现场 介绍最前线的艺术脉动 将不同的视角和艺术语会 带给更多民众体验 这几年来我们跟中华民国画廊协会 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 那因为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大多数都是刚离开校园 刚进入这个所谓的社会 所以他们的艺术生涯刚刚开展 那我们为了协助他们 让他们更能够了解整个艺术市场 所以会跟我们的画廊协会来做合作 然后被艺术经理人来协助他们 使得他们在一开始的艺术生涯上 就可以步上比较顺利的一个旅程 从第二届开始 市政府也举办了台南信力奖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特色 展现那个场观学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也是有碑于其他艺术会的一个特色 欢迎全国爱好艺术的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来到台南参与这个艺术的一个盛会 相信可以让大家看到非常精彩的艺术作品 台南艺术博览会从3月27号到30号 我们非常欢迎全国的好朋友 艺术爱好者都能够来到台南参与这个盛会